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签到劳动合同后 小花就成了一家服装厂的职工 由于服装厂只管饭不管住宿 于是小花就和三个一起进厂的姐妹们合租了一个五平方的小宿舍 第一天上班 服装厂就加班到了夜里十点 小花实在太累了 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花被一阵奇怪的笑声吵醒了 同时被吵醒的还有另外两个姐妹 打开灯后 只见夏普的阿芬劈头散发的坐在床边 一顿哈哈大笑 室友们喊了几声 阿芬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室友们就猜测他是不是中邪了 然后小花走上前用力摇了阿芬几下 试图将阿芬给唤醒 结果阿芬直接倒了下去 并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 室友们见状 急忙将阿芬背起来 准备送去附近的诊所 结果快到诊所的时候 阿芬就恢复了意识 并且还诧异的询问小花 你们这是要背我去哪 看样子 阿芬对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从这天开始 阿芬每天晚上都会折腾一番 当阿芬醒来后 他有什么都不记得 然后阿芬自己也害怕 于是通知父母将他接回了家 本以为阿芬走了 大家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 另一个室友赵蒂也出事了 他会在夜里爬起来照镜子 照镜子也就算了 他还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梳头发 更恐怖的是 赵蒂明明是个短发 但他梳头的样子 好像在梳长发似的 然后室友们被惊醒后也不敢作声 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他 直到快天亮的时候 赵蒂才瘫倒在床上睡了过去 早上 室友们把赵蒂喊醒了 并询问他记不记得昨晚的事 而赵蒂表示不记得 只是感觉自己没睡好 头疼 就这样 赵蒂也连续折腾了好几晚 然后室友们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 于是找到包租婆 要求退房 经过包租婆一口咬定 自己的房子很干净 绝对不会落鬼 而且退房可以 但房租不退 看到包租婆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室友们也不敢再提退房的事情了 然后室友们商量着住最后一晚 明天再去找找别的房子 就是这最后一晚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小花身上了 晚上 小花隐悦觉得旁边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小花想睁开眼看看她是谁 但小花怎么都睁不开眼 紧接着小花就坐了起来 并缓缓坐到树楼台前梳起了头发 虽然小花的手脚不受控制 但小花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小花鼓起勇气看了一眼镜子 结果发现镜子里并不是自己的脸 而是一个陌生女人 小花吓坏了 忍不住大叫一声 下一秒 小花就被惊醒了 此时两个室友就站在旁边一脸焦急的看着小花 小花把刚刚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后 室友们就更加肯定了 这屋子不干净 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 不过话说回来 室友们很好奇 为什么之前阿芬和昭丽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 而你却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花摸了摸胸口的玉佩说 可能是这个玉佩救弄我吧 这个玉佩是小时候奶奶送我的 说是可以保平安 没想到还真的有用 那晚之后室友们就搬了家 后来有个室友打听到 他们之前租的房子 有一个女孩因为感情问题在里面自杀了 而那个女孩的头发很长 生前最喜欢梳头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余娜 余里解忧 下次再见